非常很刺激 顆粒很粗的 或者說有人現在用一些鹽巴 都很去角質 那事實上其實不好的 那現在很多的這些產品 事實上在去角質上溫和 而且像我都不錯 然後手肘 你看你就可以按摩 然後這個手肘 我們可以比喻哪裡 比如說你鼻翼旁邊 這兩片子 然後我這樣稍微把它擦一下 我覺得我視覺看 都覺得好嫩喔 來 看上面這邊 這邊是去過的 稍微有吸 真的 擺很多耶 上面 歡迎收看健康友方 我是阿娥 請大家先去照一下 鏡子看看你的臉 你覺得你的臉蛋有光澤嗎 還是你乾脆就不要看了 因為有時候照鏡子 會嚇到自己 這個臉怎麼回事 認識他一輩子了 常常那個化妝啦 卸妝啦 洗臉啦 我都做啦 但都沒有做正確 因為皮膚常常給我們抗議 沒有光澤 然後粉刺很多 究竟洗臉 保養這件事情 這張臉 你hold住了你的青春嗎 好 今天我們要讓大家回春的 講一講我們這一張臉 為大家來介紹 今天在現場的幾位貴賓 首先介紹的是 知名的皮膚科醫師 趙昭明 趙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幫大家打好 皮膚要好 清潔最重要 尤其是臉部的清潔 那清潔做好 就是一切所有皮膚棒的 最好的一個基礎 了解了 今天就是要把你的臉洗乾淨 但是趙醫師的臉 是我很嫉妒的 皮膚很好 身為一個男人 坐在女人旁邊 皮膚那麼好 他來不化妝喔 這位我看得我很生氣對不對 好 跳過去 介紹下一位 這位我看得更生氣 但是我好羡慕他保養得真好 我們歡迎這是美容保養專家 Sam 哈囉 美鳳姐好 美鳳姐好 那因為其實肌膚呢 它的保養程序 其實你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 像剛剛醫師有提到 一開始你的清潔 只要做得正確 那接下來你後續的保養呢 也可以讓你的保養的效果 會更加倍的好 那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要好好的防晒 這樣就基本了 對 保養成這樣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是值得我們可以學習的方式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 這位是苦主了 因為我們其實從事這個行業 是很可能的啦 有時候拍戲連著拍 那個妝就不要卸了 頭套也沒有拿下來 這種日子的結果是 他要花加倍的時間 奉還他的青春 我們歡迎知名的藝人周資君 資君好 美鳳姐好 大家好 我就是今天的失敗品 沒有啦 資君其實成為 我們的健康之友之後 連趙醫師都說 資君你現在氣色看起來比較好 就是因為常常來這邊上課 然後漸漸學到一些正確的知識 才慢慢改善 可是保養還是會有地雷 譬如說很多這個健康的護膚方式 是NG的 你是做錯的 皮膚保養完全都是 沒有照了正確的方法做 譬如說 夏天皮膚很油嘛 那我是不用熱水去洗臉比較乾淨呢 對還是錯 對還是錯 我最保險的方法對錯 我也是G兩個 我投機耶 你怎麼幹嘛跟我投機 不是 因為我不是投機 我是真的分兩個階段 我最愚蠢的階段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臉很油嘛 開始會 就是因為長期出外景 然後不懂得防曬 然後加上我那個妝都很厚 這樣一整天十幾個小時 有時候又拍棚內那個光眼是很強 但是我們不能卸妝 就像二姐講的 我們拍戲常常二十四小時 頂著一個妝 所以我總覺得我的毛孔都是堵塞 那我想說熱這樣冷縮 熱的話毛孔會打開 那我就用熱水洗 我就拼命的卸妝卸好幾次 然後洗臉用熱水洗 我想說這樣子 能把毛孔洗得比較乾淨 這是前半階段 然後後來我大概過了 大概三十左右吧 就是用那個冷水洗嘛 洗比較不會紅腫癢 然後年紀大了那個皮 用冷水比較會縮緊一點 所以我才會舉又圈又差 就是我是分兩個階段 我又用熱水洗 然後又用冷水洗 好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正確答案 但是我們兩個男生都是舉叉叉 所以呢 為什麼叉叉呢 趙醫師 是 其實我們皮膚醫師來講 最好溫度就跟皮膚溫度差不多 冬天的話你可能可以用溫水 因為冬天比較冷 那溫度跟臉的溫度差不多 那這樣就夠了 其實也不用太熱也不用太冷 事實上其實這樣就可以 事實上因為清潔最重要 第一個水溫 室溫 就是跟臉的溫度差不多 那事實上要把臉清乾淨 事實上其實還要靠一些 我們所謂一些清潔劑 它才可以使我們臉的一些污物 包括油脂啊 或一些污物啊 才能夠代謝掉 洗錯的方法是會有後遺症的嗎 對 其實洗錯的方法 第一個 過雨不急都不好 你太過的話會臉 當然就是一些皮脂膜對不對 它會破壞 因為角質清得太乾淨 事實上它也會破壞 其實皮膚過度破壞 它就容易產生病原菌的感染 不管是這個所謂濕疹啊 黴菌啊等等 一些外界的一些病原菌的侵入 那皮膚就很可能產生敏感的肌膚 像資訊說你一直去清它 但年輕的時候你有抵抗力 可是慢慢隨著年紀 慢慢越大的時候 體幹的會越差 而且皮脂膜的一個代謝是讓 它隨著年齡的時候 它的這個保護力會越弱 因為它是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破壞它之後呢 整個的角質 或它的皮膚的表皮層 會受到影響 那假設是 這個不急的話 第一個清潔做不好 剛剛說我們說 該洗乾淨沒洗乾淨 它可能會產生所謂粉刺啊 或是閉鎖的這些 這個白頭粉刺 會存在我們這個皮膚上 久了就會產生搓瘡的形成 或是一些所謂一些暗瘡 或是一些所謂粉流的形成 那皮膚反而會更不好 那事實上你洗不乾淨 皮膚也容易老化 而且皮膚會暗沉等等 然後後遺症會形成 好 所以我們要正確地洗臉 這個事情我要請教一個專家 美容保養專家 上面要教大家怎麼洗臉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呢 你要先幫你的手洗乾淨 這是最簡單的 洗乾淨再來洗臉 對 再來洗臉 或再來卸妝這個步驟嘛 那洗臉的時候呢 第一個就是 基本上你要起泡完全 那市面上當然還是有 某一點點的部分的 潔面的產品是不用起泡的 那就另當別論 然後就是你在按摩的過程 要舒適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你手洗乾淨 產品擠出來 擠泡 那如果你是使用那種 慕斯的就很方便嘛 擠出來就是 滿滿的泡沫 完之後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臉稍微潑濕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 就從額頭 然後兩個手這樣子放的對不對 從額頭輕輕地打圈 然後往額頭旁邊戴 然後你可以戴到你的 這個所謂的髮際線OK的 那因為你從內往外 還有一個淋巴引流的狀態嘛 那當然這個是稍微的啦 那因為你有累積出來的話 你的代謝能力 也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然後完之後呢 下眼檢這個地方 就是眼周這邊不要戴到 不過呢鼻翼旁邊這一塊 就是下眼檢這一塊 旁邊這邊可以輕輕地按摩 這樣順著繞過來 為什麼 你會發現這一塊的毛孔特別地出 為什麼 因為這邊容易出油 所以這邊也會累積很多 所謂的小小的油脂在裡面 然後眼周的地方就不要去碰它 然後輕輕地帶 然後一二然後三 是油內向外啊 對 油內向外 然後油上往下 那你想喔 我在洗的過程 我是不是額頭已經洗完了 不過有一些泡沫 還會停留在你的T字部位嘛 那因為T字部位 本來就比較容易出油 所以你停留稍微久一點點 反而是還OK的 然後完之後之後呢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呢 大家可能會把毛巾擰乾 然後又一樣又開始來了 有沒有 開始擦臉對不對 那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以前古代的時候 你會發現沒有那麼多什麼 洗臉工具的時候 大家就是洗完點都是潑水嘛 其實潑水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你潑 像我都是潑完之後呢 你就把毛巾擰乾 然後把毛巾貼在臉上 用全壓的方式壓乾就好了 就把毛巾拿下 不要戳它 對 就是整個完成 然後手肘 你看你就可以按摩 然後這個手肘 我們可以比喻哪裡 比如說你鼻翼旁邊啊 這樣也是 然後我現在稍微把它擦一下 我覺得我視覺看 都覺得好嫩喔 來 看上面這邊 這邊是去櫃 對 稍微有洗 真的 白很多耶 上面的 我們講到皮膚保養怎麼樣不NG 剛剛有一些方法 其實就是一些皮膚而已 是 譬如說你不要用熱水 你以為熱水會洗乾淨嗎 沒有 然後其實先洗手再洗臉 洗臉 有方向的 然後你用慕斯的方法 很細緻的可以去把你髒的東西 洗出來 對 這些都是很好的洗臉方式 再來就是很多人說 新陳代謝一定有嘛 角質層比較厚的時候 我要去角質 這一題我就要問囉 請問常常去角質 皮膚就比較水亮光澤嗎 各位專家請回答 我變聰明了 一定不可憐的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是 你說說為什麼你覺得常常去角質 會比較水亮光澤 因為我以前 我幾乎每個禮拜 都跟我的姐妹們去三溫暖 或是去健身房 然後我們都會互相 就是女生互相幫對方戳背 然後戳完再互相把那個很營養的保養品 就是擦在那種背啊 肩膀 我就覺得整個那個穿露背妝 哇什麼皮膚超好的 但是臉的話 可能以前那時候 我常在去角質的時候 我皮膚症是好的時候 我天天都用那種磨砂的洗面乳 在洗臉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洗得乾淨 那時候我的皮膚狀況也是非常好 去角質跟泡熱水澡 千萬不要同時進行 是喔 我們整群女生都這樣耶 每角質都已經被妳磨掉了 我又跑去泡熱水澡 我的保護的屏障 已經完全沒有了 糟糕 很多人去做SPA 或者去泡三溫暖的時候 還拿了一個小籃子 從頭到腳 又護髮 又去角質 對 Sam老師說這是錯的 你去SPA OK 不過你不要去完腳質 又跑去泡熱水澡 不要同時就對了 就不建議的 而且會比較敏感 你去完腳質喔 是讓皮膚就已經有去 一層這個保護層面破壞了 對 會刺激 那我現在變成敏感肌膚 我適合去角質嗎 那就不適合很平常去 對 頻率很高 對 頻繁去去角質 不然就是要很溫和的去角質 就是不要太過於顆粒 銳利的去去你的腳質 對 那我們知道皮膚啊 從表皮到真皮到皮下組 知道肌肉層 事實上它是一個完整的組織 那最重要就是皮膚的表皮層 那表皮層基本上它有四層 除了手掌腳掌有五層之外 它基本是四層 那最重要就是外面這一層 角質層是最重要的 是 因為角質層它保護著 我們皮膚的這個 外面的一個屏障 不管是皮膚的一個美觀啊 或皮膚的保濕啊 或皮膚的健康等等 角質層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去角質 大概都是角質層要去除掉 因為角質它能累積一些 髒的東西在表面上 所以說我們去角質 它會變得更薄熱 更敏感 等等 現在就會產生 所以我們建議說 假如它正常的人 或是皮膚比較屬於油脂 比較多的人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說 一個月去一次 那去角質當然又分 是有輕微的去角質 或是比較重度去角質 那事實上我們建議說 一般人它的輕度去角質 就可以了 不要用很刺激 顆粒很粗的 或者說有人現在用一些 鹽巴都能去角質 那事實上其實不好 它就很難看 那現在很多的這些產品 事實上在去角質 是讓溫和 而且效果都不錯 所以說 根據自己的膚質 來去角質 事實上皮膚可以保濕得 比較乾淨 那如果是油脂皮膚 就很容易長粉刺 或痘痘的那種皮膚 它去角質的話 會不會改善 就是長粉刺或是長痘痘 會嗎 當然會啊 其實因為我們知道痘痘 這油性的膚質 事實上它分這個 閉鎖的粉刺 跟這個開放的粉刺 那黑頭粉刺 就是開放的粉刺 我們叫Open的 那閉鎖粉刺 因為黑頭粉刺 本來就是它是一個開放 基本上不太容易發炎 為什麼會黑呢 因為空氣污染嘛 髒嘛 那只要清潔做好就可以 可是最重要就是 閉鎖的粉刺 白頭粉刺 是形成痘痘的 後續發炎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因子 所以說我們去粉刺 主要是白頭粉刺 那適當白頭粉刺 去除的話 適當可以使我們這個 過度或是不好的 角質的累積 可以去除掉 因為形成痘痘最重要的 就是說 不正常的角質的累積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所以說 把這些不好的角質 適當去除是可以的 那現在還有更方便 就是所謂的 洗臉的這個慕斯 那這個慕斯來說的話 你看一下喔 如果說你以慕斯來講的話呢 你發現你會在洗的過程呢 這下面有一個 兩週前跟兩週後 你會發現 它會讓你的毛孔感覺 變得比較細微一點點 有沒有發現 因為你如果說毛孔裡面 清潔得宜 基本上毛孔是比較容易縮的 這是我講到的慕斯方便嘛 經典部我今天有帶來 就是這一個 你會發現它就很像一個 很高雅的 手帕的感覺 那你會發現這裡面呢 它其實 它是一個超細的纖維 而且它是一個高密度的 超細的纖維 然後這個超細的纖維 我剛剛稍微來解釋一下 因為人的臉上喔 大概我們有皮溝皮丘嘛 有毛孔這些嘛 那這個毛孔呢 臉上的這個微米數 大概是落在 十到三十微米左右 那這個洗臉部裡面的 超細纖維呢 它這個纖維已經小到 你這樣子直接用露眼看 是看不到的 它裡面的每一個纖維 大概是落在三微米而已 那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你看我三微米喔 那我的毛孔如果是十微米 那是不是相當於 等於說三根十 它是它的三分之一嘛 是 那三微米又可以 我們換一個比例來計算的話 大概是 一根頭髮的三百分之一 那麼細 哇 好小喔 根本就看不到 一根都快看不到 那今天如果我又搭配 正確地洗臉的泡泡 是 來洗臉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就很容易 幫你把毛孔裡面的髒東西 溫和地把它清潔掉 那今天我剛剛講到的 這個慕斯呢 就是我手上這一瓶 這一瓶呢 它就做酵素慕斯 那我在洗的時候呢 要教大家怎麼用呢 老師可以幫我嗎 好啊 那我教大家怎麼用 第一個 你先把布稍微 沾濕 沾濕 那你也不用到完全乾 你就稍微簡單地 這樣子把它扭乾就好 一點點 留一點水分在裡面 對 一點點 其實這樣子就算完全乾 就是你拿起來不滴水就好了 然後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慕斯呢 直接把它擠出來 那你看這個酵素慕斯呢 主要裡面是 胺基酸的慕斯的介面活性 所以它胺基酸跟輕膚性很高嘛 所以那你這樣擠出來之後 對不對 那我可以先把我的這個 洗臉布 抓成一顆球的感覺 這樣抓著 這就是所謂的揉洗 就是每天都可以用的 抓著一顆球之後呢 比如說這個是我的臉 是哪裡 這裡 這樣子放著對不對 我就開始放著 簡單地這樣子按摩 然後你在按摩的過程 你會發現這個 超細纖維的這一塊 洗臉布裡面的這一個 非常非常細小的纖維 都不會痛耶 就開始跟你肌膚的這一個 外層的這個角質層作用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 洗臉的產品 這個酵素的這個慕斯 你在按摩的時候呢 這個泡泡呢 就會推到你的毛細孔裡面去 然後它這個裡面的纖維呢 在你推滑的過程呢 輕輕地打圈 就會幫助你把這個 毛孔裡面的這種東西 帶出來 然後再微微 那為什麼我們要打圈 因為它可以針對你的毛孔 外皮等等一些狀況 可以幫你做到很好的 清潔跟代謝的功能 這可以打到去角質的效果嗎 可以 而且它是非常非常微量的 對 那我們這邊洗完對不對 洗到這個地方 然後手肘 你看你就可以按摩 然後這個手肘 我們可以比喻哪裡 比如說你鼻翼旁邊啊 這兩邊 是 然後我這樣稍微把它擦一下 我覺得我 視覺看都覺得好嫩喔 來 看上面這邊 這邊是去過的 稍微有洗 真的 白很多耶 上面這個地方是有洗的 對 然後我們看這邊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手肘的地方 你看 手肘 這一塊 跟這一塊 有沒有感覺 奇怪 就只是個慕斯 跟一個洗眼部 對 我完全沒有覺得 在破壞它 像我們以前在去角質 都會戳戳戳很痛有沒有 完全沒有感覺我在洗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手肘的地方感覺像 幫它有點拋光的感覺 今天給大家很正確的方法 怎麼樣把那個 有一些髒東西 可以很自然的帶出來 對 所以Sam老師要教大家 怎麼樣幫我們一些粉刺 不要在那邊拔 在那邊擠 它很摳喔 很傷皮膚 是 完全不傷 而且很自然可以帶出來 那這一款它其實是一個 酵素的慕斯 那酵素的慕斯呢 它擠出來呢 第一個 非常的綿 細 又細又綿 你看我剛剛是有這樣試的 都掉不下來 因為它很綿喔 然後我們在臉上 當然你手要洗乾淨 對 洗完之後我們在臉上 你可以稍微有一點點 把它拍一拍 打濕就好 太好了 副同學今天 讓你好好地享受一下 這一個洗臉布呢 你可以把它揉成 一像一顆球 對 這個叫做揉洗 你就這樣輕輕的這樣揉洗 洗你的臉 很舒服吧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 好像一個刷子一樣喔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酵素慕斯啊 我是不是擠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它幾乎就亮 就很多了 對 所以它基本上你一下 其實你全臉是可以洗得到的 那如果說你這個臉 你覺得說我今天清潔 要稍微再稍微 比較徹底一點 我可以壓到一下半喔 然後你在按摩的過程呢 其實它這裡面呢 最主要呢 它是一個氨基酸的泡泡嘛 那氨基酸的泡泡呢 它可以幫你溫和的清潔之外呢 它的清浮性也會比較夠 可以徹底的深入你的清潔 你的毛孔 因為加上這個綿密的泡沫 然後它裡面呢 有個很獨特的成分的酵素 它叫做軟殼蛋白酵素 這個軟殼蛋白酵素呢 它可以幫你溫和的代謝掉 你毛孔外壁 或皮膚角質外壁的角質層 不過它不是強迫你把它拉掉 最主要再搭配上 這一塊洗臉部的超細纖維 兩個相輔相成 那你在按摩的過程呢 不要這樣子 你有發現有很多洗臉 它可能手就這樣子有沒有 對 就是它覺得這樣才洗得乾淨 對 不是 那其實不可以這樣子 那你的洗臉部也是一樣 不用這麼大力的去壓它 不是這樣子 是我這個有一個彈性的範圍 加上這個綿密的泡沫 就這樣輕輕地按摩就好 對 那你在洗的過程 如果說你的皮膚呢 是屬於那種真的比較油啊 等等的狀態 其實它還可以先敷再洗 那你可以稍微把泡沫敷上去之後 大家可以敷落在三十秒以內 或是你敷這個十秒鐘也可以 最多最多不要超過三十秒 你敷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開始來按摩 那第一個這樣子比較柔洗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 剛剛這位同學很大的困擾 就是你覺得你有草莓鼻 還有什麼 就是我們平常在學校 夏天嘛 我們都是會去外出去打 打球什麼的 而且我們平常學生都會熬夜 又騎機車 其實是臉上都會沾滿很多很多的灰車 對啊 而且我們以前都會用那種 鼻貼貼鼻子 撕下來之後會 撕下來應該用錯耶 真的 用很蠻力的方式去 讓自己的鼻 去粉刺 對 去粉刺 然後反而還造成鼻子受傷 對 很多都會這樣 然後一個動一個動的 對 那我剛剛教完這個柔洗之後 就要來解決這位同學的問題 那你看我第二個 這個叫做定點部位或局部洗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手指頭 有一個好的支撐 在一塊這一塊纖維布上面 就是可以洗臉布上面 你會發現支撐在一個點 一個點上 那如果說你覺得你的毛孔 這個地方 黑豆粉是特別的多 毛孔特別的粗 那你可以把這個蒲公衣的花紋 對在這個點 然後這樣子局部放著 你會發現 輕輕地按摩你的鼻頭 OK 這個纖維上面的花紋 其實是更細 局部的 可以去幫你把 帶那個很髒很髒的粉絲 對 這樣局部的加強 那你會發現 你就是一樣打小圈按摩 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其實它這個纖維 在針對你滑過你的肌膚的時候 搭配上這個慕斯的時候 你滑過的時候 它會幫你把毛孔 你在轉的時候 它幫你有一種 這樣子的抓力 然後幫你把裡面的東西 這樣把它勾出來 而且你會發現 我在這位同學臉上 已經停留有一段時間了 是 因為它本身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叫木瓜酵素 那這個木瓜酵素 可以幫你溫和地 軟化你的皮膚的角質 稍微軟化完之後 它可以幫你的皮膚 你在洗掉潑水的時候 你的皮膚會變得更加的 細嫩跟細緻 當然這個成分裡面還有很多 但我就不一一的贅述 不過重點還有來一個就是 大家可能會比較在意的 我洗完的時候 我想要讓我的皮膚變得比較細嫩 毛孔的地方 感覺黑頭粉刺什麼 會變得比較少 甚至把它清除掉 它裡面還有加了一個 所謂的潔白的因子 就是讓你皮膚洗完之後 會變得比較白皙 比較有透亮的感覺 老師它除了可以清潔 然後去角質 還有除粉刺之外 我們女生可不可以拿卸妝 可以的 不過代表 可以卸妝 你就是用你的 你用你的卸妝品去按摩它 不過重點是 因為卸妝通常都是卸 油膨性的彩妝 油的東西偏油的就是 落在卸妝這一塊 所以你有可能在卸的過程 這個油的東西 油膨性的彩妝跟這些髒污 會不小心沾到你的這個 纖維布上面 這個洗臉布 所以建議你用卸妝完之後 你要把這塊洗臉布 稍微清潔乾淨 當然不是用清潔劑 所以把它搓乾淨 讓它這個東西把它代謝掉就好了 這樣這塊布才可以一直用下去 這樣子 然後你看我們稍微清完了 然後兩邊我先把它壓乾淨 好 然後我們同學 我們來看正面 你有沒有看到洗的這一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鼻頭 這個地方 這邊 有看到嗎 亮起來 不好意思喔 借我扳一下 你看這塊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地方 有沒有 整個 比較乾淨有沒有 好乾淨 對 我看一下它那個很髒的那一面 然後我來看一下這一面 你看它這邊 弟弟 你站到哪裡我站得很久 有沒有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還是黑黑的一塊一塊 有沒有 沒有 對 這樣我沒發現耶 對 那就是這個凹陷這個 這個溝槽的地方 對 整個乾淨 最明顯 所以醫師會怎麼建議大家 粉刺其實有一些迷思 我們在處理的方法 是不太正確的 對 其實男性大概來講 大概都是 尤其青春期的男性 大概都是混合肌膚加油性 是 有些常跑外面 現在天氣又很熱 所以處理量會增高 因為我們知道溫度一升高 油脂分泌就比較多 所以說最重要就是 怎麼去清潔它 那你清潔像我們說 怎麼去清粉刺 不是去拔粉刺 剛剛說 Sam說 老師說沒有錯 我們怎麼樣柔和的 把皮膚這些角質層去除它 對 那第一個 假如你過度去刺激 剛剛說 用拔的方式 或是用貼的方式的話 容易造成皮膚 它的結構受損 受損之後會變紅腫熱痛 那實際上我們很多發現 受損之後皮膚 它反而會長痘子 反而會產生毛狼發炎的現象 所以說你可能要很清爽的 一個溫和的方式 把皮膚的這些髒物 還有它的角質層 適當地去除掉 就像Sam老師說 你看 溫和地去除它 感覺不是在去角質 但是讓你達到去角質的功能 那皮膚就不用你阻塞 實際上其實剛剛就是說 預防是剩於一些 後續的一些發展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 白頭粉刺 黑頭粉刺的形成 所以你平常就很好去去角質 做清潔 其實清潔它這個是 可能是雙效性的東西 清潔又有去角質做上的時候 皮膚自然就會乾淨又光滑 怎麼樣洗乾淨 讓你臉有光澤 是 油油亮亮 我告訴你 臉會發亮的時候 運勢很好 對 真的 這個面向有講話對不對 對 好的 自己看好 謝謝我們的來賓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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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晚出生的人越幸福 因為科技一直在進步 沒有 那個步太神奇了 對 那個纖維怎麼會越細 而且很方便 而且它又好攜帶 對 你要帶出國什麼都很方便 可是我看過外面的賣不便宜 對 大有小 對 所以你洗臉大概這一塊就夠了 那我不用大啊 我的臉小啊 我臉小就小小這樣一塊就可以 是